本栏目由北美最大的华人购物网站 义上购物特约赞助 最齐全的商品 最优惠的价格 尽在义上购物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万维时讯 我是主播Cherry 本周纽约时报爆出 温家宝家族商业合伙人 女富豪段伟红被居 报道指出 这一迹象表明 习近平五年前发起的反腐运动 可能再一次逼近一位前高层领导人 根据纽约时报之前的报道 段伟红是温家宝的同乡 也是她夫人的好朋友 更是温家宝家族财产的一位核心人物 在2012年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 家族财产不低于27亿美元 而温家宝母亲持有的 1.2亿美元的平安保险的股份 就登记在段伟红控股的一家公司名下 而早在此前的1月 就有消息称 温家宝之子温云松 自去年辞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董事后 便告神隐 不久更传出他被捕的消息 博文社日前也刊文加以证实 今年1月 针对中国金融领域出现乱象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严厉表态称 必须对少数不法分子依法严肃处理 至于此番表态目标是谁 港媒《东方日报》的评论文章 列举了几个可能的对象 文章认为 此轮清查中 中央军委员副主席范长龙儿子任职的 恒丰银行是一个焦点 温家宝儿子温云松也是一个目标 报道形容温氏家族成员称 他们个个手眼通天 不仅打通体制内外 还贯穿境内外 报道认为 原本处处设防的中国金融体系 对温氏家族来说 是一个四面漏风的破墙 他们一家谈笑间就实现了 讯息与财富 权力与资源的勾兑 博文社的报道则称 身为中国第一电商阿里巴巴大股东 平时形势低调的温云松 经商手法以霸道著称 商界知情者更透露 温云松对看重的企业 会以低廉的价格入股 一旦遭到拒绝 便会扬言 以公安逮捕作为要挟 消息人士指出 中纪委两年前就曾向温家宝 报告温云松的种种违法行为 并提出警告 然而 温云松却置若网文 依然雇我 据悉 此次行动前 习近平先向前总书记胡锦涛打了招呼 得到了对方的默许 不过 对于女富商段伟红被抓的原因 目前众说纷纭 据纽约时报报道 一名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士说 他被关押也许是因为对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 而不是对温家宝或其亲属所做的腐败调查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 不清楚段伟红与孙政才之间的关系 但公司记录显示 在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召开前 段伟红和前夫沈栋 经营的一家公司 拿下了北京当时迅速扩张的机场附近的土地 其实 孙政才一直主政机场所在的县 目前 海外媒体和网络的另一种说法是 段伟红是孙政才的多位情妇之一 而此前遭到曝光的两位孙政才情妇均已失联 感谢大家收看万维时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